师父您说 有的人就是那种退转不休 真的跟着你这种长时间的这种人 是不是也不多 就是说能坚持下来的人 是不是不多啊 这个应该这么说 过去我不说 我不说其他法门的事情 我说我们心灵法门 不是不多 越来越多 跟着师父修行的人能够坚持的 现在他才不听人家外面乱讲 他们就是按照自己的心灵感受来修的 他们觉得好了 他们就修 他们觉得不好了 他们就不修 你说的再好 就像做广告一样 你广告说的 哎呦怎么好怎么好 人家买回来吃的不好 你还会再去买辣 你就是说 这个人不做广告 人家都做好 口碑好 这样这么多人修 就这么简单 对对对对 你以为人家人都傻瓜 一千万心中都是傻瓜 是是是 师父这个一千万心中还是保守数字呢 师父真的是 更多的 不讲 真的是 师父 师父是人间的菩萨 真的是这样 我们 真的是遇到 你真的是我们的夫妻 有的人还能说这个话 有的人还不知道了 那师父 您曾经说过 修人作诗 说这个珍惜 这个缘分吗 修三世才能遇到心灵法门 那如果成为台胆的弟子 要修几世啊 师父 很快 今世就可以 修得好的话 今世就可以 有什么 即时的 没什么话好讲 真诚 真诚 就是菩萨 一个人能够真诚 对人就是菩萨 师父 这次他们同学们说 师父这次新加坡法会 就是说是 真的是为众生 也背到很多 累啊 真的是这样 累的了 都趴下来了 我的手 很热很热 都是菩萨 菩萨在身上的 跟他们很多人 摸摸手 很多人的手 冰冷 像一块冰一样的 哎呀 要温暖他的心 手就代表你的心呀 食指连心呀 对对 你的手冷的 对不对呀 你的心 这个人 一定人家说 你这个心很冷啊 对不对啊 实际上过去有个电影啊 这个杀手 很冷啊 不太冷啊 实际上就是讲的 他的心冷啊 听不懂啊 对对对 心冷啊 人家说热血沸腾嘛 这个人 这个热血啊 很多人冷血动物们 这些人身上 经常冷的话 就是比较严酷 这些人比较厉害 啊 这是讲的 对对对 啊 这道理的啊 当然冷漠的人 他也是 对啊 冷漠为什么用冷了 对不对啊 怎么不用热漠的了 这个人看人家非常热 热漠 哈哈哈 对不对啊 师父 师父 当时 真的是 师父 您的心 对众生的心 真的是 我看到 有一首歌 歌词 有一首歌 不叫天之大吗 真的 那就歌词 那有一句歌词 特别适合师父 叫天之大 唯有您的爱 是完美无瑕 天之牙 记得你用心传话 师父 真的是这样 心疼啊 真的看见那些 老妈妈 因为我跟他们握手的时候 我在想 很多老妈妈说不定 明年我就见不到他们了 或者就是 我有这种心 所以我很感动 所以我把他们 当自己的亲人一样 我很爱他们 所以一个人 要有这种菩萨的境界 他就不会在人间 产生这种恶念了 我觉得他们这些老妈妈 真的很可怜 他们要看台上一次不容易 他们听了三四天的法会之后 他们热血沸腾 他们回到家里 他们加尽自尽的精进努力 在这里得到菩萨的加持 感受到众生 佛友 义工对他们的爱 你说说看人间 这个三天相当于人家三年的爱啊 真的 真的是 真的是这样 他们同修书上说 从法会回来之后 就感觉回到了凡天 在法会上就是净土 就是这样 每天都是这样 他们真的很发喜 师父看了也开心 大家义工啊 给他们做饭啊 弄啊 天天在一起了 开市了 坐在那里 发喜充满了 真的 有时候 我看见他们在外面很热 满头大汗 在等着师父 其实我心里很疼的他们啊 你要知道啊 真的 这个众生对你的爱 并不是对我啊 他们实际上 是因为师父弘扬的佛法的爱啊 佛法是我们佛陀和观世音菩萨的 我这次在法会上讲了一句话 我也是真的 讲得非常的感动 其实 师父是一个最幸运的人 你们想想看 这么多 全世界 这个 上千万的人 学心灵法门的人 都是观世音菩萨在 不知道多少事以前 都是波下的种子啊 都是跟观世音菩萨有缘分的人啊 只是师父在末法时期 替观世音菩萨在收割 这个 善果啊 我说我多么的幸运啊 不要以为是师父的 能量啊 都是观世音菩萨的福德啊 是的 师父 其实我们众生爱师父 就是爱观世音菩萨 师父您很辛苦 真的是这样 所以 所以师父也是很幸福啊 所以我 我从来没把自己当回事 我从来没有功告我们 我就觉得 观世音菩萨给了我很多 观世音菩萨 我是最幸运的人 因为我在替观世音菩萨 在收割这种善良的果实啊 我是这么想的 我不是说我觉得我很了不起 我从来没有啊 所以大家才看到师父这么爱啊 如果我有功告我们 他们从我的眼睛里 行为上他们都看得出来 现在的人没有傻瓜的 从人家表情上都看得出 你是真的爱别人 假的爱别人 人家看不出来的啊 是的 木妖之马力日久见人 希望师父对我们的心 真的神 我们大家都看出来 你把别人当傻瓜 你是自己全世界最大的傻瓜了 现在听得懂了吗 是吧 听了懂 听了懂 就是师父 就是他们的心 就是说 就看到师父 他们都很满足 真的就想看师父一 他们就看师父 他们很开心 师父是尽量看到他们 就给他们加持 不过呢 的确是厉害 那个 头上给他们加持啊 哦呦 浑身发热 马上发麻 前面就是这样的 还有的人呢 我跟他握手的时候 他拉住不放 他说 都在上 给我妈妈加持 给我妈妈加持 妈妈痛得来 腰直不起来 好了 过一个多小时 跟他妈妈打电话 这是马来下一个佛友 一打电话之后 跟他妈妈说 妈妈 刚刚台长师父跟我握手的时候 我说跟妈妈加持加持 他妈妈说 哎 我现在好了呀 什么时候好的 一个小时之前 你看 哎 真的 开心的来 讲给我听的 啊 就是他们跟师父讲 就是跟观世音菩萨在讲啊 观世音菩萨 代言人 代言人 师父是代言人 对 师父您不仅是代言人 您也是菩萨 真的 也是大菩萨 那当然代言人的话 至少要有这个 要有这个境界吧 你比方说 某某 某某部的发言人 至少代表某某部的吧 哎 对 对 对 是的 哎 哎 师父 谢谢师父 您的分享 您的感悟 真的 谢谢你师父 嗯 嗯 嗯 谢谢大家